大家好,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,创作不易,感谢大家支持。 三国是大争之士,争的是什么? 小民争生存,诸侯争地盘,有眼光的英雄争人才。 于是才有袁绍和曹操的著名对话。 董卓之乱的时候,两个人一起起兵讨伐董卓。 曹操曾经问袁绍,如果事情失败了,哪里可以作为我们的根据地? 袁绍说,我向南占据黄河,向北阻塞燕带,结好戎敌,南下争夺天下,就可以成功。 曹操说,我招揽天下有能力的人,用道义统御他们,就可以无往不胜。 一个论地盘,一个论人才,袁绍曹操都成就了大业。 唯一区别是,重视地盘的袁绍,当时地盘最大,可惜却败了。 重视人才的曹操,地盘由小到大,最后成了胜利者。 由此可见,这乱世之争,地盘固然重要,人才却更加重要。 要不,刘备又如何能翻身? 诸葛亮一出山,刘备就节节胜利,进而三分天下有其一。 这刘备可是从未有稳定地盘的存在。 所谓千里马常有,伯乐不常有,谁是人才,谁是庸才,自己说了不算。 反而伯乐很重要,即便天纵之才,没有伯乐,也有可能面然众人。 谁才是三国第一伯乐,这个人选无疑是荆州影视司马辉。 号称水晋先生的他,有着如明镜一样的相面术。 一生最大成就,就是善于识人,御人,贱人。 要不,也不会独具慧眼地说出,卧龙,凤厨,两人得一,可安天下这样的话语。 当时诸葛亮和庞统不过二十出头小年轻,就在这大名士,大名师指导下成了左右天下的贤才。 如此成就,历史上如要比较,唯一可比的就是战国时候的硅谷子吧。 诸葛亮、庞统、徐树和苏晴、张义、庞娟、孙并比,也算伯仲之间。 司马辉不仅善于发现培养人才,还善于举荐人才,将自己门下三个旷石之才,都一股脑推荐给了当时势力最小,最看不见希望的刘备。 按照刘备后续的成就来看,司马辉这看主子的眼光也是一流。 在乾隆刘备人生低谷的时候,就遇见了刘备的潜力,致力于人才输出。 那么司马辉在真实历史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? 正史上的司马辉自得操,原本也是尹川阳宅人、河南宇州,看籍贯北人南向,就知道这必定是战乱之后南下的北方世人。 当时尹川郡也是名士其多地方,草操手下的无数谋主都是尹川郡人。 草操手下排名前十的谋士,从寻狱、寻幽、郭家到细致才、新碧、陈群,无一不是尹川人。 可以说,草操文臣集团核心全部都来自尹川地区,由此可见,当时尹川地区学风之盛,进而能推导出当时尹川在于汉朝地位。 东汉时代,尹川地区有三大豪门旺族,分别是巡氏、中氏、陈氏,民门的好处就是,有书可读,有官可当,有名可取。 书籍、官职、名望三合一之后,就可以看出水晋先生司马辉的家学渊源一定非常深厚。 如此一个家学深厚的世人,来到了荆州当然不是一般待遇,而是深得荆乡人士的敬重。 当时司马辉在荆州好友也不少,向阳名士庞德公、黄承燕,这属于老一辈交往,估计在早年就输信不断,要不司马辉也不会安居荆州。 至于小一辈的世子,结交的也不少,因杀人流落荆州向司马辉求学的徐树,还有崔周平、石广源、孟宫威、诸葛亮,都属小自卑。 其中不少都是和司马辉一样,从北方避难来到荆州的人士。 比如,诸葛亮就是徐州狼牙俊人,有教无类加上亲和力,和不大的年龄差让司马辉成了年轻世子心目中的良师异友。 对于当时无数小辈而言,司马辉有三个特点让他们特别幸福,首先,没架子。 据三国志,属书庞统传记载,18岁的庞统有一次面见司马辉,在后续结交中,司马辉完全没有长辈一样,反而是和庞统以兄弟相称,私交甚度。 其次,好说话。 司马辉史书记载是著名的好好先生,据世说新语,司马辉别传记载。 有一次,司马辉和人交谈,别人一直在谈论别人是非,司马辉既不反驳也不支持,无论好坏都说好。 这习惯久了后,无数人都喜欢拿着跟司马辉开玩笑,甚至吐槽。 有人遭逢不幸,于是对司马辉说,先生,我最近死了儿子,我好难过。 司马辉居然说,很好。 事后妻子责备他,司马辉一听妻子抱怨,淡然说,你说的也是对的。 人至所疑,均一辩论,而一皆言家,岂人所以资君之义乎。 会曰,如君所言,义辅家。 出自,是说新语,司马辉别传。 好说话成了司马辉的标签,不过这标签的背后,其实是一个深暗人心的世子对于一切事物的淡然,也让无数向他讨教的人学会了欲变不惊。 这习惯深深影响了他的无数学生。 最后,会授徒。 孔子云,有教无类,司马辉深暗辞道,不过他还是有个特点就是因才施教。 根据学生不同特点,安排教育课程。 许述曾为游侠,稷傲不逊。 刚到司马辉门下时被人所耻。 司马辉不闻不问,而是引导他打扫卫生,磨练耐心,进而获得同学接纳。 旁同脑瓜灵活,就教他计谋其策。 诸葛亮四平八文什么都精,就教他兵法治国。 即便不算优秀的其他学生,也都各有所偿,各有所得。 如此因才施教的教育方式,让无数学生学有所得。 天纵之才多,干才能力也多。 水晋先生三大特点让无数学生不仅成了他的朋友,也学会了他淡然处世的精神。 进而在因才施教的教育方式下,都成了人才。 如此教育家,无疑是三国第一伯乐。 他没有如大儒正宏教育学生那样,因为老师不亲近而刻板呆滞,成书呆子。 司马辉的学生都是知道如何读书,进而学以致用的真读书人。 可惜的是,这样一个致力于教育,致力于发掘举荐人才的伯乐,依然在时代洪流中随风而逝。 公元208年7月,建安13年,曹操南征荆州,刘从投降。 封闻司马辉大名的曹操,极不可耐地想要司马辉成为自己的臣子。 但这一次,好好先生司马辉不答应了,不仅不答应,还坚决地拒绝。 也许在他心中,以仁义闻名的刘备,才是他欣赏的英雄。 徒徐州,乱天下的曹操,跟他那不是一路人。 拒绝不久,司马辉就病重生死,至于死因如何,历史未知。 据说曹操曾遗憾很久,可如果不是曹操进军,占据荆州,进而招揽,司马辉又如何会正早去世? 要知道,司马辉死的时候仅仅41岁。 回到曹操和袁绍的对话,这段对话让袁绍和曹操高下立判。 你看,袁绍只是想着占领哪个地方,他就认为,只要占有得天独厚的地利,就可以得到天下。 曹操想的是招揽天下人才,想的是崇尚道义,认为有了人才,有了道义,就可以无往不胜。 这就是境界决定以后的高度。 一个人是否能成功,不在乎你的先天条件,而是在乎你的境界。 境界低的人,不管外在条件再好,都只会失败。 袁绍一心只盯着外在条件,不重视内在修养。 他不明白,外在条件仅仅是帮助你成功的一枚棋子,并不是决定以后能不能成功的关键。 真正能不能干成大事,还要看自己。 就拿这句话来说,难道没有好的地盘就不能傲视天下了吗? 地盘不重要,人才才是取胜的关键。 凡是成就大事的,无一不是尊重人才,重用人才的。 如果你会用人,懂得如何统育人才,让他们发挥各自的作用。 虽然条件不好,也转劣势为优势。 如果不懂得,重用人才,即便有再好的条件,也可能转优势为劣势。 关度之战就是最好的例子。 曹操每做一件事,都虚心听取属下的正确意见。 如果他不听寻遇,让他坚持下去的意见,撤了兵。 袁绍来个反扑,他就完了。 而袁绍刚愎自用,不听手下的意见,还猜忌多疑,怀疑手下。 结果许优,叛逃,张合反水,填锋似吻。 袁绍兵精良足,文人如云,武将如雨,最后失败了,难道优越的先天条件一定有用吗? 正如诸葛亮《龙中队》所说,虽为天使,异议人某也。